这一次绝对没有问题啊兄弟们 我们已经收集到了变异的小白 还有变异的僵尸 现在只差一个变异的墨影人 吃一切整治 这一次我们把这个墨影人运进去之后 不把它放下来 让它在船上面变异 这样的话就不害怕它跑出去了 好就是这位置 我们停下来 把它放在正中央 要不然它会炸毁这个黑钥匙 再来给它搞一个秘密牌 好的 现在我们把玻璃封起来 只差一个变异药水 变异药水我们之前做的三瓶 已经用光了 我们再去做一下 好的 又搞到了三瓶变药水 我们去变异墨影小黑 运输墨影人还是比较麻烦的啊 我希望一次就可以成功 来吧 求你了 变异吧 他无法顺盈啊 兄弟们 他就在船上面 来变异吧 来来来 变了 看到没有 兄弟们 成功了 但是下面的灵魂沙已经被破坏掉了啊 我们要把这边补一下 因为灵魂沙这个东西可以防止小黑顺移 是特别重要的 我们把这边挖开 补一下 应该就在这边啊 哦 有船 先把这个虫子打掉吧 来 海盗 船已经打掉了啊 我们把这边补一下 拿这个灵魂沙 OK 这样就可以了 特别简单轻松啊 然后我们用这个泥土再把这边填起来 我们的墨影人也算是运输了 哎 怎么样 怎么会打火 难道 啊 兄弟们 哥 完了 兄弟们 难受呀 他跑出来了 看一下用船能不能把他困住啊 别跑 大哥 别跑 这个船为什么放不下去啊 哎 哥哥哥哥哥 哇 兄弟们 搞一个便衣小黑特别麻烦 没想到他逃出来了 这怎么办 先试一下用船 可不可以把他困住吧 好像不行啊 兄弟们 好在他现在对我没有仇恨啊 既然船不行的话 我们试试一下 能不能把他推进去 如果可以推进这个洞口就好了 啊 洞口这边我们再提高一格啊 三格 四格 然后两边呢 也拓宽些啊 因为这个便衣墨影人的体积特别大啊 来 推他啊 兄弟们 走 大哥 听话 陪我进去 进去 进去 等等等等 看一下啊 先把玻璃拿出来 哎 别跑 哥 求你了啊 哎呀 不行呀 我觉得推好像是推不进去的啊 这样吧 我们回去做把鱼竿啊 用鱼竿把它拉进去 来来来 我们用鱼竿啊 不要看他的眼睛 看到眼睛我就没了 来 拉一下 我感觉他特别重啊 但是我觉得功夫不负有信任啊 我们只要一直拉 应该是可以把它拉进去的啊 哥 给点面子 能不能朝这边走 走 哎呀 大哥 走 来 再来 走 哎 他过来了 可以啊 兄弟们 再拉 哥 给点面子吧 哎 坏了 我看到了他的眼睛 完了完了 兄弟们 哎 给个面子 哥 快进来 进来 看一下能不能把他拉进来啊 来了 来了 哎 进来了 风波里 风波里 快快快快快快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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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 我感觉不行呀 他又跑出去了 他还召唤了很多的小弟啊 我们用这个水滴 把这个小弟解决一下 完了 兄弟们 我觉得 啊 哥 哥 给个面子吧 求你了 这怎么办 这怎么搞 我在里边他还要打我 打不到了吧 我站在了最中央 哎 好像打不到了 哎 不行 欺人太盛啊 我们过去看他 既然无法得到你 那我就毁了你 虽然说这个墨影变异人 对 变异墨影人啊 啊 我们现在无法得到 但是我们可以把他打败 看一下能不能获得这个墨影之手啊 如果有了这个墨影之手 哎 他把我们地下方块全部都拿起来了 有了这个墨影之手之后 我们就可以瞬移 而且也可以像他一样 把这个方块拿在手里边 然后砸向一个 另一个生物啊 来 试一下 把它干掉 我们离远一点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打得过的 找一个掩体啊 哎 哎 他拿了好多的方块呀 不行 我们找一个掩体啊 哎 我们来这边来打他一下 我们藏起来 打他一下 我们再藏起来 哎 我觉得这样就可以啊 他过不来 我们这个水地有一个很强的击退效果 哎 可以啊 兄弟们 哎 继续继续 哦 他不动了 哎 他凉了 兄弟们 看到没有 他要爆炸了 看一下有没有墨影之手啊 我其他的武器全部都有 只差一个墨影之手 但是打了好几次小黑都没有得到 这一次好像还是没有 掉了很多的墨影之眼 还有墨影珍珠啊 但是就是没有墨影之手 没有就没有吧 兄弟们 啊 收集小黑的计划 我们还要继续进行啊 那下面我们还是老办法啊 用这个船把小黑困住 那下面的过程给大家跳过一下吧 要不然这期的时间估计又不够了 好的 兄弟们 用老办法 我们又抓住了一个小黑 先给他来一个命名牌 然后呢 我们回去做一个矿车 好的 放下矿车 点一下啊 我们把它运上去 我想了一下啊 兄弟们 这一次我们把它变成变异墨影人之后 我们不要把船打掉 啊 就把船留在下面 我觉得周围全部都是灵魂杀 他也是出不来的 好的 来把船打掉 然后呢 再把船放在地下 把这个小黑运输到这个房间的最中央啊 因为他的爆炸 他在变异的一刹那会爆炸 啊 爆炸的时候呢 会破坏方块啊 好的 这样就可以了 来吧 兄弟们 再来一次 听天由命啊 兄弟们 这一次他变异之后 我们就不管了了 他的船我们也不会带走 下面的灵魂杀 我们也不会补啊 能不能出来就看天意了 哎 这次我觉得好像是没有问题了 哎 好的 兄弟们 我觉得啊 百分之百他是出不去的 因为船他不能顺移 然后旁边还有灵魂 不想玩了 不是兄弟们 这怎么还能出来呀 那这怎么办 这个变异小黑难道不能收集了吗 普通的小黑在灵魂杀上面 他是不会顺移的 哎 太难受了 那怎么才能困得住他呀 大家可以帮南瓜想一下办法啊 那这个变异小黑的话 我们现在就先不收集了吧 我们想到好办法之后 我们再来收集他 我们先收集一下其他的生物啊 比如说变异苦力怕 还有变异尸壳什么的 我们先把这边的地板换成石头吧 毕竟苦力怕这生物 他也是会爆炸的 那现在这个变异小黑应该怎么处理 不管他行不行 但是我觉得不管他的话 如果他跑在 我们合金傀儡的附近 那怎么办 哎 你看 他往前走了 不要 我们现在的合金傀儡只有三个 而且每一个都是伤痕累累 我觉得变异小黑过来 他们可能打不过 要不然我把它解决了吧 哎 解决了吧兄弟们 我觉得还是不能留下祸害啊 来 把它解决一下 穿上胸甲啊 来吧来吧 我不怕你 现在我们打一个变异小黑 还是特别轻松的 还有变异的僵尸 变异的苦力怕 还有变异的小白 我觉得都不是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有这个水滴神技啊 那下面我们打小黑的过程 就给大家跳过一下吧 哎 他凉了啊兄弟们 他凉了之后 会分明出来很多这个蓝色的手啊 有很多同学和南瓜叔啊 只要我们把这个蓝色的手 给他打掉之后 就可能获得木影之手 但是我已经尝试了很多次了 都是没有的啊 包括这一次 那好吧兄弟们 我们下一步呢 去收集苦力怕吧 这个变异小黑留到最后吧 因为真的是太难了 来来来 我们还是先去老地方 等待天黑 天黑了 我们抓到苦力怕 我们就睡觉 但是这苦力怕会不会爆炸呀 在这个盒子里边 我们一会试一下 哦 我看到了苦力怕 把它关在这个前一盒里边 看一下啊 我们现在靠近之后 看一下它会不会爆炸啊 看一下这个盒子 能不能挡住它的视野 哎呀 不行 啊 不行 哎 吓死我了 我以为我这个盒子坏了 这个黑色的粒子效果是什么呀 难道说有毒吗 也没有呀 但是这个粒子效果 为什么还不消失呀 啊 那我们再抓一只吧 抓一只我们就睡觉 然后天亮把它带回去 来 点一下 快点跑 快快快 要不然它就会爆炸啊 兄弟们 哎呀 好 它跟着我过来了啊 我们直接飞到这个 生物展览馆的最上方 好的 把它放在这边 然后挖掉石头 它应该会掉下去啊 就会把它放在那里 感谢观看